各位来自全世界的侨胞朋友大家好 副总统肖美琴给侨胞们一个大爱心 身上的丝巾别具意义 台湾年轻设计师特别帮我设计 从卫星看台湾的地图 代表着我们肩膀上为台湾人民一起来承担 总统来琴的与肖美琴 少人首日与回台祝贺的侨胞举行茶会 受到热烈欢迎 外头下雨不影响好心情 不过同一时间立法院的气氛两样情 在赖清德在就职眼说 抛出多数尊重少数之后 超越冲突没有停 赖清德还是才很硬 有租款有国家 我们不可以为了任何的事情 承担我们的主权 我会不卑不亢 维持现状 两岸论述持续暗轰在野 让前总统马英九祈祷举行座谈会 抛轰新政府恐怕让两岸关系紧爆大象 赖清德总统昨天就职眼说 不仅没有正面回应中华民族的概念 还把两岸关系定位为两国论 赖政府认为两岸是两个国家 就应该勇敢负起政治责任 立刻推动修宪来实现这个主张 这个自由民族的宪政体制 这样的前提应该是 这个每一个政党都应该接受的 我想把这样的表述看作是挑衅 这个好像在自我否定 赖清德的新论述定调了未来方向 却没有多加琢磨国内外僵局如何弥贫 东森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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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远春 台报道